男孩出生第一天就引发龙王将士 因为他的母亲是魔法世界的绝颠 父亲是隐退乡野的志强剑圣 而他则是龙族血脉的唯一继承员 在成年后更是统一世界最厉害的四大家族 然而他的一头红发却被村里人认为这是上天的诅咒 可实际上男孩的前身是这个世界仅剩的最后一条龙 他的一生几乎都用来修建人类与龙族之间的关系 可是他的一味忍让却引来人类更加的变得加厉 在一次次的摧残下 我没有坚持住死在人类的手上 在临死之际我向老天立下毒誓 若有来世我必定将残害我的人类斩尽杀绝 当我睁开眼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被一个人类男子紧紧抱着 不明所以的我以为被人类给绑架了 于是我朝着眼前的男子吐出了一口口水 这让我感到一愣 因为我最引以为傲的龙之吐息竟然变成了吐口水 这是我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 我竟然变成了我最讨厌的种族 不过这既然是上天给我一次复仇的机会 那么我就势必要将前世所遭受的痛苦全数给还回去 然而在之后的时间里 无论我是做出多么过分的事情 换来的却是人类父母灿烂的笑脸 他们总会慈爱地夸奖我是个聪明的调皮蛋 然后就到了两岁的时候 我愈发红艳的头发开始遭到村民们的忌讳 他们认为这是上天对我的诅咒 因为红色在人类社会上象征着残暴与邪恶 实际上这是红龙之血在人类身体的外在体现 并且今天就是我参加魔法师考核的日子 这个世界的孩子达到年龄调准都能去参加考核 而我的母亲就正是极其稀有的魔法师 要是未来我能学习到最强大的魔法 再加上体内存有的红龙之力 届时我的复仇计划想必就会轻松很多 随后就是赶了大半天的路程 我才跟着母亲莉莉来到镇上 等我们去到罗兰学院的时候 考核仪式已经是差不多接近尾声 听着念到我的名字后 莉莉便抱着我走到考核台前 上面身穿法师衣袍的老者 示意我将手放在水晶球上 如果我有魔法天赋 那么水晶球就会发光 要是天赋越强大水晶球的亮度 也会随着愈加耀眼 闻听此话 我已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触碰水晶球 因为莉莉本就是魔法师的缘故 我几乎可以保证我百分百可以通过考核 可谁知下一秒 眼前的水晶球在我双手触碰上的那一刻 它并没有任何异常就更别说是发光了 接着几个冰冷的字眼 就从老头的嘴里缓缓吐出 很遗憾水晶球 并没有在你体内检测出任何魔法天赋 话落我心中的怒意瞬间攀升 可也只能用双手不掰扯他的胡子来宣泄不满 要知道龙族可是第一个使用魔法的种族 我的体内明明就有红龙之屑 怎么可能会没有魔法天赋 晚上再回去的路上 我似乎是想通吗 如果上天想要惩罚我的话 就不会给我转世重来的机会 所以说这应该是他在考验我复仇的决心 于是等到了第二天 我在餐桌上告诉父亲一刻 我想要学习他的剑术 除了母亲身份不凡之外 父亲也是十分的了得 他曾经是霸榜剑术榜的天才剑术 一身精湛的剑术曾经击败过 与他同一时代的无数天才 于是我就在父亲的纯纯教导下 学习剑术两年半 有着龙族天生自带的聪慧头脑 此刻的我已经是将他的全部本领都学到手了 但是人类孱弱的身体远远跟不上我的大脑 之后我就将训练重心放在体能上 因为很快就是骑士学院的入学考试 我必须要在此之前将体能练起来 随后在某一天中 父亲尼克将跟随他多年的长剑交到我手上 他说着在入学考核上用到的是真剑 提前适应可以帮助我更好的去训练控制力 接着他又将我领到家里的仓库 在那里放着一个人形木偶 尼克表示这是被赋予魔法的木偶 他的实力不容小觑 就连阿尔法马骑士学院 都是用这种木偶来训练新生的 文言我心中不经一阵负费 一个人类木制品罢了 真的有这么强啊 随后我抡起衣袖摆出战斗的姿势 下一秒 眼前的木偶也同时摆出防守的样子 毫无意外 我的攻击被他举起的盾牌 轻而易举地给挡住 紧接着我手中的长剑 就被他快速地一脚给踢飞了 这让我感到惊讶 没想到这木偶的反应如此的迅速 真要动真格的话 很多人类少年都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这时尼克在身后笑呵呵地说着 这个魔法木偶可是他利用之前的人脉才弄来的 如果我能够正面将其击败的话 那骑士学院入学考核也就不成问题了 有了尼克在背后的推波助澜 我不断地在野外训练格斗技巧 有一天中一个人类女孩出现在我训练的地方 我警惕地握剑起身以为是有魔兽触摸 结果发现只是一个小女孩碰巧路过而已 原来小女孩的名字叫做艾米 她看到我一个人躺在这里便想过来提醒我 天黑了附近可能会有魔兽触摸 并且她竟然是知道我的名字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虽然这四年来我的成长过程一帆风顺 因为父母经常帮助猎杀入村的魔兽 所以村民们是非常尊敬父母的 也就爱屋及乌的对我也是异常的关爱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那一头显眼的红发没来由的让他们对我产生了恐惧 因为在人类社会中红色就是代表着邪恶以及强大 所以他们经常会用红色巨龙来吓唬幼崽们 但令人感到讽刺的是 明明是使人类将龙族给灭族的 可又在故事里将龙族给描述成邪恶的代表 而龙族自卫的行为 在他们的口中却又成为了残忍暴虐的证据 思索间我跟着艾米走在回村的路上 突然的在面前出现了三个瘦小的身影 为首的正是艾米的哥哥加利 他让艾米离我远些 因为我是被上天诅咒的人 靠近我就会给所有人带来灾难 说吧他就将艾米给扯回身边 这时跟在加利身边的一个小瘪丝凑到我耳边嚣张的说着 既然你身上能被上天给种下诅咒 我想你的父母之前也不是什么好人吧 也许搬来我们村子就是想洗刷手上的罪恶 话若我不禁地捏紧拳头 下一瞬 我艰难地开口喊住了他们 紧接着我的拳头就落在小瘪丝的脸上 我让他们不要按手 我只想揍那个侮辱我父母的 见状加利走了上来笑呵地说道 他问我敢不敢与他切磋一番 并且他允许我使用武器 说吧他就将手中的长剑递给旁人 而我也是将长剑扔到地上 既然是切磋那就要公平点 话若我就握紧拳头迎了上去 但由于白天时候训练过度的缘故 此刻我有些体力不支地倒在地上 见此情景加利的语气有些耐人寻味 他让我认清自己的实力去找点擅长的事情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成为骑士的料子 等回到家后 莉莉看到我脸上的伤势以为我和别人打架了 我含糊地说着这是训练时候不小心弄到的 虽然我时刻都记恨着人类 但莉莉以及尼克对我的好我一直记在心上 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忧 如果我连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 那就更别说复仇了 到了第二天 我一如往常地来到野外进行训练 却发现艾米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看起来他似乎是等了很久 原来他很早就拿着些野果过来找我 他想为昨天家里无礼的行为向我道歉 本来我想这就直接就拒绝了 毕竟昨天到底是我记不如人 况且艾米也是为了他好 只是说话的语气有些直接了而已 但在看到他泪眼汪汪的样子 我叹了口气身体不受控制地拿起一个果子 人类社会就是麻烦 处理这些人情事故可真让人感到头疼 从这天过后 艾米每天都会在这里等我 在我训练的时候 他有时会在一旁说很多话 有时候也会安静地坐着看书 而我似乎是习惯了这种日子 与此同时另一边 镇上的安防军队出现在我的家门口 他们的队长想让父母过去协助调查一些事情 在详细的部署计划后 父亲选择让母亲留下来照顾我 毕竟只是个调查任务而已 他一个人就能应付过来 这时我也是完成了每日的例行训练 在回去的路上 我问着艾米这段时间 有没有人过来欺负他 我担心因为我的缘故会连累到艾米 可艾米却是笑着说到 别人怎么做是他们的事 我们只需做自己就好 话若我猛然想起之前 家里也是对我说过这类话 他让我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一刹那我的脑中 快速地闪过几个模糊的片段 我紧紧揽着艾米的肩膀说道 谢谢你艾米 今天就先到这里 明天我再过去找你 随后我就回到家里的仓库 找到模仿我 接着我就将长剑紧紧咬在嘴巴里 然后四肢趴地摆出战斗的姿势 此时我已经找回了昔日熟悉的感觉 如果说要做回我自己的话 那就是以巨龙的姿态去进行战斗 然后我就不断地围着魔法木偶转起了圈 随即我瞅准时机 快速地一跃而起 咔嚓一声 在对方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就成功地击败了他 剑撞我也是十分地兴奋 父亲曾经说过 只要是击败一级的魔法木偶 就一定可以通过骑士考核 不过我想试试我的身体极限在哪里 于是我将木偶的难度上调到二级 等到了第二天 我看到父亲尼克收拾好行李 看起来是要出远门 他转头告诉我 他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并且他保证一定会在我参加考试前赶回来的 随后他就匆匆起身 交代母亲几句后便离开了 我没来得及告诉他 其实在昨晚 我已经征服了魔法木偶的一级难度 不过我还要先去感谢艾米 如果不是他说的话 我也不能这么快就能找到破解的方法 可谁知等我去到与艾米相约的地方后 却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我想着可能他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才没有来吧 虽然在我生命中出现了意料之外的三个人 他们让我学会了很多新的情感 并且在他们身上 我能感受到人类另一面的美好 不过我可是伟大的红龙战士 身上肩负着龙族复仇的众愿 我绝对不能再被这些诡异的情感所影响 画面一转 我就完成了训练回到村口的集市场 这时我看到了艾米的父母 他们神情十分急切地站在武器铺老板的面前 这里购买武器 原因是他们想要去到森林里面猎杀魔兽 而我则是若无其事地从他们身边走过 毕竟他们要是不幸地被魔兽给杀死了 那也省得让我出手了 可我转念想到与艾米在一起的日子 瞬间一股陌生的情感涌上我的心头 我感到有一股玉气在堵着我的胸口 虽然我很痛恨人类 但像艾米这样美好的是无辜的 它让我想起来前世时的玩伴 我做不到见死而不救 于是我转头向着森林的方向狂奔而去 在里面的一条偏僻的小路上 我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由于体内有龙族血脉的缘故 所以我很容易地就能辨别出 这并不是成年人所流的血 因此艾米它很可能就在前面 没过多久我就看到了一头魔狼的尸体 在它身上出现了人类刀具的切口 并且尸体还是温热的 但是附近的脚印实在是太混乱了 一时间我无法辨别出具体的方向 突然间一道熟悉的女生传入我的耳中 闻言我赶紧寻着方向赶了过去 在成年魔狼的大嘴即将落下之际 我及时出现将长剑刺进它的上额 随后我就被它恼怒的一爪给打飞出去 我转头看向艾米估计 现在它已经没有气力逃出去了 看来只能将这头魔狼引开这个地方 于是我再次将长剑咬在嘴中 矫剑的身形犹如巨龙那般如影随形 可即便是我以最快的速度奔跑的 这具人类身体到了极限 也根本无力对抗这头成年魔狼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我就像一只可笑的蝼蚁 这要是放在前世 哪怕是魔狼一族的首领 连面见我的资格都没有 下一刻魔狼再次张着血盆大口冲了过来 而我也是竭尽全力地朝前扑杀 碰撞间我成功地弄下了它的一只眼睛 由于势力遭到破坏 魔狼接下来的攻击大多都显得毫无章法 这让我从中找到了破绽 随即我接连的挥剑斩断它矫剑的四肢 由于是失去了一定的行动能力 魔狼像是发疯那般张开嘴巴疯狂地撕咬着 而我则是毫不客气地展出剑锋鸡向它最致命的腹部 下一刻 这头危险的生物终于是倒了下去 此刻我也是气力耗尽不断地喘息着 随后一团火焰状的物体出现在我面前 下一秒 它就形成了一个弹窗 恭喜您得到击杀奖励 解锁新的能力龙眼的祝福 以及获得一块终极魔兽结晶 弹窗的出现让我感到很是惊讶 但比起这个我需要先将艾米抵住出去 否则不停流出的鲜血会引来更过的魔兽 而我想着要是不救家里的话 可能艾米会打到伤心 于是我便将家里也背在身上 并且我的极限就是两个人了 剩下的那两个就听天由命了 好在没走几步我就看到前来帮忙寻找的村民们 接着我就体力不支地摔在地上 这时有一个村民看到我只带出来两个孩子 什么都没问就一把抓住我的衣领 他立声地质问着他的孩子在哪里 随后就是狠狠地一巴掌甩在我的脸上 比起这个他嘴里的话更令我感到心寒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将这几个孩子给引到森林里 而这魔兽也是因为我那被诅咒的红发才会出现的 这时不明经过的村民们也是围了上来 他们不断地对我口诛笔伐 他们将一切的过错全都怪罪到我的身上 此刻的是只能感到无比的失望 人类可真是个神奇的物主 他们竟然会因为我的一头红发就忘了我也只是个孩子 发生了事情他们也只会怪罪别人从来不会质疑自己 他们常常美化自己这可真的让我感到恶心 在怒火的冲击下 那名村民母亲转头就拿起一个火把 他怂恿众人 我是个从出生气就被上天诅咒的怪人 而今天就是那个诅咒显灵的日子 所以为了以后村子里的安宁 现在他就代表村民们将我当众地烧死 话落他就手拿着火把缓扑向我走来 而我此时早已没有躲闪的气力 只能选择再一次死在人类的手上 随之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冲到我的面前挡住了即将落下的火把 然后我就再也支撑不住地昏睡过去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看到母亲莉莉满脸憔悴地睡在旁边 且在他的脸上我还能看到尚未干透的泪痪 在看到我醒来后他十分的激动 毕竟现在我已经是差不多在床上躺了有十多天了 然后我就从他嘴里得知到 原来是家里向村民们解释了事情的原委 现在的情况是家里以及艾米都没什么事了 而那两名孩子直到现在都没能找到 说起来要是他们的母亲将怪罪我的时间用来寻找他们 说不定现在他们也能躺在床上 接着母亲莉莉摸着我的头温柔地说道 他为我做的事而感到骄傲 他没有怪罪我的鲁莽而是肯定了我的做法 随即他就离开了房间为我去准备午餐 然后我思识想起来什么 抬头打开了先前出现过的弹窗 据我所知人类的书籍上并没有记载有关于此类弹窗的记录 于是我秉着好奇心按下了龙眼祝福的按钮 下一刻我就能透过墙壁看到莉莉忙活的身影 并且弹窗显示此时它是处于疲劳状态需要注意休息 这让我感到一愣 因为这是我曾经就掌握的能力 在前世我还是红色巨龙的时候 我几乎掌握着这世上所有的魔法 但自从落选魔法学院后 我以为此生都不会与魔法有所交集 万万没想到我的魔法会以这种方式重新出现 好像还是只要我能通过完成一些特定的事情 就会获得一个新的能力 就在我琢磨另一个奖励魔兽结晶的时候 莉莉急忙地打开房门匆匆地说着 房子不知为何突然就着火了 然后她就施展顺意魔法将我带到外面 在莉莉使出的冰魔法下 这些普通的火焰很快就被熄灭了 而我也是通过龙眼的能力找到了罪魁祸首 正是那两名孩子的母亲格尔太太 她应该是想利用这些意外的事故 来加深村民们对我被上天诅咒的印象 她的行为彻底加重了我向人类复仇的决心 转眼就来到了第二天 因着体内龙族血脉的缘故 我的伤势恢复得很快 所以我又再次回到了之前每月训练的日子 不过现在我不再打算是独自地练习 而是通过龙眼的能力 找到森林外围的一些低级魔兽 他们正是目前最适合我的极佳训练对手 在这期间我发现了击杀魔兽而掉落的 所谓结晶好像是随机性的 在我陆陆续续地击杀二十多只低级魔兽后 也才得到了一块初级魔兽晶体 然而在我将弹窗对准一头魔狼的时候 它就突然地弹出训练魔兽的窗口 而我也是毫不犹豫地就点下来同意驯服的按钮 下一刻 弹窗就提示我已成功驯服魔狼幼崽 但我没想到的是驯服这些魔兽之后 它就会钻入我的身体里暂时地与我融为一体 在我需要它的时候就会主动召唤出来 并且我也成功学习到了新的能力驯兽 看起来应该是可以驯服一些低级的魔兽 然后我就继续使出龙眼的能力 凭借着记忆四处探索人 终于在不远处的山洞里找到了那两道身影 等我赶过去的时候 它们身上的皮肉早就被这里的魔兽给砍得干干净净 接着我就用不将它们包了起来 并装入到桶的里面 然后拎着桶缓步走出了山洞 等到了晚上我就打开存放桶的仓库大门 随即来到格尔太太的住所 并敲响了他家的门 在打开门后 格尔太太便看到眼前摆着一件 他孩子生前穿着的衣服 在惊喜的冲击下 他没有疑惑地就朝着前面的小路跑去 直觉他走到森林的深处 他又在一旁的树梢上看到了另一个孩子的衣服 然而就在这时 一股腥臭的液体从他头上浇灌了下 而我也不再躲藏从树上跳了下来 在看到我出现后 格尔太太已经是惊恐地说不出话来 双手不断站立着像是感到无比的恐惧 而我随即迈出的步伐更是令他感到沉重 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从森林回到了小镇上 此时格尔太太遇害的消息已经被散播出来 周遭的村民们在看到我后就像是看到温神那样 因为他们猜测这肯定又是我身上诅咒的缘故 不过我很享受人类看到我后从脸上显露出的恐惧 等我回到家后 发现在房子外面停放着几具马匹 这让我内心感到一丝不安 果然地打开门后 就看到母亲在抱着父亲的身体痛哭着 父亲尼克他看起来双眼泛白面容 哭黄仿佛在承受着巨大的痛楚 而当我使出熔眼能力时 竟然无法探查出生病的源头 这时身后的卫兵告诉我们 父亲他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为了保护村民不幸被幽影兽给咬伤了 从而患上这种名为幽影之意的疾病 闻言我心头一颤 在前世我从未听说过有这种怪病 难道说是在我死后这个世界 曾经发生过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吗 不过我应该有办法可以治好父亲 我曾经掌握过一个极为强大的治愈魔法 能够驱散世间一切的诅咒和疾病 可如今看来想要重新获得这个魔法 我需要不断地猎杀魔兽来解锁奖励 只可是现在的我实在是太弱了 仅凭每天过去森林训练的方式 根本无法帮助我快速地成长 于是我决定明天就去参加 阿尔法马骑士学院的入学测试 与此同时另一边 此刻法师殿内一片寂静 因为他们在预演水晶球里看到了未来的世界 里面总共有两种结果 一是所有的黑暗势力消失世界得到新生 二则是世界会被一场不可挽回的劫难所摧毁 而无论是哪个走向 似乎都与一个红发少年有关 因此他们已经通知给各大主店 要尽快找到这个红发少年 如果他会是救世主的话 他们就会倾尽所有的资源培养他 但如果他是一切的祸端 那么他们则会将他扼杀 转眼就到了第二天 我很早地就来到这里的骑士考核广场 骑士算得上是这个世界比较热门的职业 因此前来观看仪式的居民有很多 而今天的考核则是由学院里最出名的三大骑士主持 如同父亲所说的那样 骑士学院的入学考核就正式通过一级的魔法木偶 很多不明情况的学员们都不以为然 只是单纯认为这只是个普通的木偶 然而他们大多都以失败而告终 见此情景监考的考官自然地感到失望 他们认为现在这是在浪费时间 文言我心头一喜 因为距离这么远 我竟然可以清晰地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 看来吸收完这些魔精后 不仅是增强了我的肉身体质 就连六感也变得更加灵敏了 这时的场上终于有人通过了考核 他正是爱你的哥哥伽利 此刻的他正对着我拾起了大拇指 而考官们顺着他的视线也望着我 然后他们就满脸的凝重 因为他们似乎是找到了主店连夜下发的紧急任务 找到一个红发少年 等轮到我上去接受考核的时候 这时有一个考官找到场上主持的大胡子骑士 他告诉大胡子他已经找到了那个红发少年 但他并不相信什么狗屁的预言 除非我是真的可以通过此次的考核 说吧他就将魔法木偶难度上调至三级 此时我望着冲来的木偶也是发现了端倪 他的奔跑速度绝对不是一级木偶所能拥有的 而我只是呵呵一笑地看着他即将落下的木箭 哗啦一声 随着我的手起见落 那个木偶立马地就伸手一出 自然我十分顺利地通过了考核 转眼就到了我入学阿尔法马骑士学院的日子 在临别前我站在床头向着父亲低语告别 可由于是幽影之异的原因 此刻的他根本听不到我的声音 这时母亲拿着一个项链走了过来 他告诉我这是外公交给他的传家之物 他能够给佩戴者带来好运 随即我就告别了母亲 转身缓步踏上了阿尔法马的求学之路 很快我来到新生们的集合位置 由于考核难度的原因 导致村庄里加上我就一共只有两人通过了考核 但不巧的是另一个人正是加厉 自从上次救了他之后 现在每次看到我他都会莫名对我客气起来 这让我感到十分的不自在 毕竟曾经的我是有想过要找他报仇的 大概是过了一刻钟后 加厉就开口打破了季节 他支支吾吾地向我表示抱歉 他不应该因为我的头发是寓意诅咒的红色 就对我有偏见 而我则是坦然接受了他的道歉 毕竟加厉他并没有对我造成实际性的伤害 先前辱骂我父母的孩子也早已受到了该有的惩罚 随后我就从他口中得知了艾米塔去到了罗兰学院 这可是一所与阿尔法马骑士学院齐名的魔法学院 这时行进的队伍莫名地停了下来 于是我们掀开窗帘看去 发现在前面出现了一大团浓重的雾气 而在里面缓缓地走出一个身影 他看起来似乎是受伤了 说话的语气也是十分的虚弱 他表示他是无影工会的成员安然 今天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遭到了幽影兽的袭击 除了他之外整个队伍都葬身在他手上 魂言大胡子骑士满面的惊讶 要知道幽影兽不说是已经销声匿迹很多年了 就算是出现也是活跃在人类稀少的边陲地带 可如今竟然会出现在城镇中心的森林里 然后他就浮起安然冷静地说着 他们的目的地是雷尼阵 如果顺路的话就可以烧他一程 文言我没忍住说出了心中的困惑 我们不应该是去往阿尔法马学院吗 怎么会是相距几百公里的雷尼阵 话若为首的辉原骑士长就告诉我们 阿尔法马学院是位于边境线的第一道堡垒 在那里随时都会有发生战争的可能 所以新生们一般都会在雷尼阵训练十年 直到完全掌握战斗的技巧 才能有资格前往阿尔法马学院继续深造 此话一出我的心头也跟着狠狠的遗产 十年对龙族来说的话也许只是眨眨眼的事情 但对寿命只有短短几十年的人类来说 却是一段不短的时光 并且我加入阿尔法马学院的主要原因 就是能够快速成长起来 然后重新获得魔法去治好我的父亲 事已至此我只能吸济父亲 可以平安度过这段时间 这时在我们的身后出现了一个散发紫色幽光的兽长 而我凭借领结的六感很快地就感知到了危机 随后骑士们也发现了异常 它让全体卫兵进入战备的状态 随即就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好几个大家伙 虽然幽影兽已经是消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一些有名的学院还是有关于他们的记彩 眼前的这头巨兽俨俨然就是幽影兽一族的是熊王 下一刻双方就进入到了胶着的战斗 而我与家里也不闲着选择加入进去 大胡子骑士看到后边对我们投来赞赏的目光 他让我们小心一点 要是遇上打不过的对手可以引到他这边 冷战斗逐渐进入到白热化阶段的时候 远处的那头幽影兽熊王突然地吼出一道阴波 下一瞬 一个十分圣人的气息就扑面而来 而我也是将长剑紧紧插在地上才勉强稳住身体 下一刻 这头幽影兽就抬起左爪指向我们 接着一道浑厚的声音钻入到我们耳朵里面 你们人类注定失败而亡 而你身边的人也将跟着死去 话若大胡子骑士满脸的惊恶 他算得上是场上资历最老的骑士了 但他从未听过幽影兽是可以开口说话的 而且他说的话也是十分的诡异 像是特地对着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说的 等说完这些话后 这头是熊王没有下一步动作 而是选择离开了这里 似乎他今天的任务就是出现在这里 然后说出刚刚的那些话 此刻众人都深深松了一口气 要是他选择开战的话 恐怕整个骑士团都会葬身在这里 而我则是陷入了沉思 因为我感觉是熊王他的一番话 就像是对着我说一样 这时为首的骑士长也是一改先前的态度 肯定了我与加利临危时候的勇敢 然而另一名的黄发骑士 看起来仍是对我十分的不满 而且他正是在我考核的时候 选择加大难度的安德烈骑士 随即队伍就来到了目的地雷尼镇 但此刻的雷尼镇的边境大门 已经多了不少的守卫 从数目来看 这是阿鲁巴王国的最高级别的琥珀色警戒 在上一次出现这种状况 还是幽影兽最肆虐的时候 此时的骑士长想起了法师殿的预言 他在想着我会不会真的是预言的那样 成为救赎人类的英雄 还是说会带领整个世界走向最终的灭亡 转眼我们就在雷尼镇里的阿尔法马芬学院 待了十年的时间 此刻正在课堂上学习骑士的进阶理论知识 与法师不同的是骑士并不会使出魔法 因此他们掌握着另外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被称作为骑 通过气进行修炼可以强化自身的身体机能 甚至是能够短暂地突破身体极限 但要新生们十五岁后才可以开始修炼 只有这样修炼者的五脏六腑 可以承受的助气所带来的损害 不过这些知识早在我刚入学骑士学院的时候 就从书籍上了解到 所以一般是理论课堂 我都会选择逃课来到野外训练 这时从不远处出现了一支骑士兵团 在前面领队的正是十年前 护送我过来的辉元骑士长 他没想到回来后第一个看到的人会是我 毕竟城里的防守是比较森严的 既然我能够悄无声息地溜出来 说明现在我的身手应该是十分了得 而我则是告诉他 我也是最近这段时间才能趁机溜出来 因为阿鲁巴王国的琥珀色警戒令 在最近才刚解除 随后辉元他就带给我一则很好的消息 他告诉我我父亲他的病情很稳定 没有出现恶化的情况 他们让我放心地在这里训练 不要担心家里的事情 文言我也是感到十分地开心 但随即就有一股愧疚的情绪涌上心头 这十年来我为了快速成长起来 去治好父亲的疾病 我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刻苦训练 可即便是这样 我都没能再次觉醒出一个新的技能 似是感受到我周身哀伤的情绪 辉元突然地就搂紧了我 他鼓励我说着我父亲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人类也能再次打败幽影兽一族 随即我就跟这辉元骑士长 来到了镇上的中心广场 此刻分任的新生们全都集合在这里 接着他的随从兰西就走上讲台高声的宣布 明天我们将会前往阿尔法马的主院进行深度学习 但是整个行程需要花费将近十天的时间 为了避免路上会发生意外 他让我们务必要听从护送骑士团的指令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妄自行动 等到了第二天 我们就踏上了新的征程 此刻的学生们都感到十分的疑惑 明明学院里就有可以随意传送的传送器 为何这次的路程并没有使用传送器 而是选择步行的方式过去阿尔法马学院 殊不知此次选择的路线可是难度极高的沼泽地带 这算是阿尔法马学院对新生们的一次学前考核 而且在阿尔法马学院的主院里根本就没有传送器 因为它的位置是处于边陲之城的地带 要是那里失守的话 幽影兽就会通过传送器反向传送到阿鲁巴王国的中心城镇 等到了黄昏的时候 骑士团指挥我们下来帮忙扎营 而我则是趁着扎营的功夫趁机观察守卫骑士的站岗位置 到了夜幕时分 我凭借白天的记忆巧妙地避开了守卫们的视线 毕竟这森林里面看起来似乎是有很多强大的魔兽 要是可以成功猎杀他们的话应该能得到不少的魔精 然而就在这时 在我身后突然地探出一只手臂 我转头看去发现来人是班里一个学霸 他的名字叫弗雷亚 据说是一个利海家族的直系后裔 他让我不要轻举妄动 毕竟这里不是雷尼阵附近的森林外围 而我则是让他不用担心 这些终极魔兽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压力 随后我就转头朝着丛林走去 这样的结果自然是睡眠严重不足 虽然顶着一对黑眼圈有些渗人 但要是借着这样的升级速度来看 在抵达阿尔法马学院之前 我就能将初级魔精给收集完成 届时说不定能够借此觉醒出新的魔法技能 接着就是马不停蹄的赶路日常 突然地领队的辉原骑士长抬手发出某个指令 随即整个队伍前进的速度肉眼可见的变慢了 在经过一个极其颠簸的地方后 一道嘶吼的马鸣声惊醒古年中的我 随之一条十分恶心的虫兽猛然的破窗而入 最先反应过来的加利很快地就斩断了他探进来的头颅 第一次在野外实战的学生见此情景大多都有些不知所措 而加利则在这时体现出班长的气派 他果断地指挥所有人立马离开着 因为这些蠕虫是成群行动的 留在马车里面我们根本放开不了手脚来战斗 他让我们结成三人一组的背靠背的阵型 尽可能地将这些蠕虫引到框框的地方 此刻我已经完全在睡眠中醒来 我通过了龙脸的能力探查出现场的所有蠕虫 都是些低级的魔兽 这样就不用我参与进去了 并且在我们头顶的山上站着六道尾岸的身姿 不难猜出这应该是骑士团对我们这些新生的考核 有他们在肯定不会有意外发生的 于是我打着哈欠对着加利说着 我让他打架的时候小点声 尽量不要吵到我睡觉了 此刻观战的骑士们的脸上 无不露出不易察觉的欣赏之色 因为这些新生里面有几个值得学院培养的苗子 就比如为首的加利以及弗雷亚 他们无论是身手印或是洞察力 都已是完全地领先同龄园一大姐 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红发学生的战斗力也是相当的不错 随着蠕虫群的急速锐减 那些死去的蠕虫尸体慢慢地汇集成一个全新的生命体 一头巨大的蠕虫王 但在新生们的合力危机下 很快地就将它给剿灭了 自然所有人都通过了这次潜在的考核 实际上这除了是一次新生们的入学考核 还是对人类未来英雄的一次筛选 因为预言的缘故 他们这几年都刻意地去寻找红色头发的少年 所以除了我之外 还有几个红发少年都是学院的重点关照对象 显然此次我的行为遭到了辉原骑士长的怀疑 一度地他认为我是未来拯救人类的英雄 虽然这十年来他都没有与我正式见过面 但他通过联系在学院里指教好友的方式 了解到我对训练的刻苦 以及在学习上的非凡天空 可如今看来我身上却又缺少英雄必备的团结品质 完成战斗后所有人又都重新回到了马车里 他们此时都有些神采意义 谈论时候的语气都能感到兴奋 因为看起来他们应该是通过了学前考核 要是运气好的话可能会得到一条白色的腰带 这是王国里所有骑士学院的规则 会在考核的时候根据学员们的表现授予不同颜色的骑士腰带 其中最低等级的是红色腰带 最高级别的则是白色腰带 而这些护送骑士团的都是佩戴着白色腰带 在骑士学院毕业后会被授予白兽互捧的称号 这可是骑士里最高级别的成果 此外得到白色腰带的学生们都会得到专门的指导 除了配备一对一的私人导师意外 还会有很多稀有的资源提供 而红色腰带就有些不尽人意 虽然可以在学院里面学习训练 但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导师指导 就只能靠着自己去学习 文听此话我如同被雷击那般 这红色的腰带简直就是在为我量身打造 前世我身为龙族 虽然身体构造与人类完全的不同 但我也能制定一套合适的训练方案 并且没有导师的时刻看管 我就更有时间偷偷去到野外自由的猎杀魔兽 转眼我们就来到了传说中的阿尔法玛学院 随后所有人就跟着安德烈骑士的身后 开始熟悉学院里的每一个地方 他告诉我们这里面的所有人都是骑士 因为在这里毕业的学生都必须要在学院里 志愿服务两年半才能去其他城市任职 随后我们就来到一座墓碑前 在他旁边坐落着五具骑士的塑像 安德烈骑士说着这是在战争中死去的骑士们的埋骨之地 这里神圣而又庄严 是整个学院里最不容侵犯的地方 而我则是黑着脸看着眼前的景象 因为这些塑像身上的五具并不是雕刻而成 而是用龙族的身体部位制造出来的 这是安德烈又开始介绍这五位骑士的身份来历 他们是阿尔法玛学院最初的五位创始人 在此后被后人塑像并授予了一个十分高贵的称号龙骑士 就在这时 我通过龙眼探查到在这里的地下墓室居然存在活的生命体 可这里明明是死去骑士们的目的 并且它的存在影影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随后我就跟着新生们来到学院宿舍查看各自的宿舍房间 幸运的是我仍然是与家里住在同一个宿舍 但出乎意料的我们的舍友竟然有一个女生 她正是班里的学霸弗雷亚 原来在阿尔法玛学院里面是没有性别之分的 所有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 除此之外 其余的舍友似乎都是熟人 他们当中大多都是从雷尼镇一起过来的同学 这时弗雷亚背着脸对我们立声说着 她警告我们现在谁都不能进去宿舍 因为她要在里面换衣服 随即另一个舍友单迈着悠闲的步伐走了过来 而家里则是使坏地对她说着 在宿舍里面有一只很大的老鼠 不过我们谁都不敢进去处理她 话还未说完 但她就果断拿起狼牙棍冲了进去 边跑她还边说着只是个小老鼠而已 有什么好怕的 等收拾完行李后我们就来到餐厅就餐 此时的丹正顶着一个清晰的巴掌印 神色恨恨地对我们说着 她刚刚打听到了一个消息 不出意外的话 在晚饭过后就是万众期待的新生考核 这时在我们身后走来几个身影 在看到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后 他们语气毫不避讳地说道 这几个穷鬼是从哪个穷乡僻染过来的 看起来好像是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随即他们又来到伊恩的身边 他们毫不掩饰地嘲笑伊恩的大块头 接着又将矛头转向那头显眼的红发上 红发可是被上天诅咒之人 你们这几个红毛鬼记得 不要在学院里乱跑 把这些不祥的误会传给我们了 我听此话 其余的红发少年都有些按耐不住 见到伊恩并没有做出任何的抵抗 其中的钟分男更是嚣张地说道 他让伊恩最好是剃光头 然后在脑门上印上我是红毛鬼的字眼 发落一个鸡腿就猛然横打在钟分男的脸上 接着他就被我狠狠地压在餐桌上 我强势地拧断了他的手臂 我让这个孙子向伊恩道歉 否则我不介意将他另一只手臂也给弄断 见状加厉赶紧地冲上来 他劝解我说到现在的骑士们都在探着这边 如果再闹下去可能会影响到考核时的影响分 而我则是表示不在乎 因为很早的时候我就想着去拿到最低级别的红色腰带 所以这个新生考核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这时安德烈骑士也来到我的身后 他呵斥我立刻停止斗殴的行为 然而我像是没有听到那般继续着手上的动作 接着我就毫不留情地用尽全力 将钟分男的另一边手臂也给你断 我转头对着伊恩说着 像这种没啥实力的烂泥打上一顿他就老实了 此刻安德烈骑士心中的怒意已是攀升到了极致 他直呼我的全民质问我为何没有听从他的命令 而我只是掏了掏耳朵向他道歉 我表示我的耳朵有一个毛病 平常里就只能听到一些自己想听的话 等到晚餐结束后 久不现身的徽元骑士长走到了讲台上 只见他抬手示意大家安静些 随后就在门口处出现了几道身穿灰袍的身影 他们正是阿尔法玛学院的六位长老 也是学院名义上的院长 见此情景我忍不住地感到心惨 因为他们散发出的气息实在是太强了 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前世里杀死我的那些家伙一样 随即徽元就在台上开始解释此次考核的内容 如我们所想的那样 他们会根据考核的最终结果 给每个学生派发不同颜色的骑士腰带 而本次的新生考核一共分为五个内容 分别是考验力量的力量宝石 检验精神力的烈火地狱 检验身手的无声前行 检测洞察的精准之眼 以及最后的真理意志 第一场的考核规则十分的简单 只需要将巨石推动到目标位置就算完成考核 但如果是需要借助魔法手套力量的话 就会灼情地扣去一半的分数 而负责第一场考核的考官的是安德烈骑士 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 第一场的考核他将会取消我的资格 因为刚才的事我并没有听从他的命令 所以他告诉成为骑士第一步 就是要学会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排下的指令 而他的命令就是让我放弃第一场的新生考核 当然的如果我可以让安德烈的上级 让他取消这条命令的话 他也会是无条件地服从 我一言所有人都为我感到不平 因为刚刚的那件事的过错并不在我 安德烈这明显是在公报私仇 而我只是双手抱头 神色轻松地让他们赶紧过去准备第一场考试 毕竟一直以来我就只想着拿到红色腰带 这样一来我几乎是有百分百地把握拿到红色的腰带 加厉他们的表现意料中的出色 全都以满分的成绩通过了第一次考核 那么紧接的就是第二场考核烈火第一 只见上来和安德烈座交接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而他身上穿着的衣袍显然是来自罗兰学院的兰西导师 这说明第二项考核应该就是与魔法元素有关 如果没猜错的话是要我们进行魔法对抗 一般来说体能方面出色的人 他们在魔法耐受力上会显得有些不止 因此第一项成绩越好的可能在第二项表现得不够出色 果然的第二项的考核内容是对抗兰西制造出的幻境事件 坚持的时间越久那么最后取得的成绩就会越好 第一个上去接受考核的是加厉 果不其然的他只在兰西的手上坚持了50秒的时间 而弗雷亚则是意料之外的出色 他竟然能够在幻境里面坚持5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说明他明显在魔法上有着很不错的天赋 等听着念到我的名字后 我迎面地走了上去 随后兰西就将他的左掌轻轻贴在我的额头上 下一刻我就进入到一个虚幻的梦境里面 紧接着就看到一头红色的巨龙朝我袭来 他张开的大嘴似是要将我完全吞噬 仅仅是过去不到10秒的时间 我没有坚持住身体不断地倒飞出去 现此情景台上兼考的骑士们满脸的惊讶 因为在我倒飞的时候 另一边的兰西竟然同时跟着倒在了地上 等会员骑士长赶过去的时候 发现兰西已经是步行人士了 随后他就向顶层的长老们抱贝说道 兰西是因为魔力过度的消耗才会晕倒的 会员牵强地解释着 这应该是兰西连续的考核太多学员导致的 毕竟兰西可是罗兰学院那边能力比较出色的导师 而且这几届新生都是由他过来考核的 至今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与此同时另一边 其中有一个长老叫来了一个衣着神秘的蒙面人 在他耳边嘀咕几句后 这个黑衣人转头就离开了 此刻另一边新生们才完成第四项的考核 下一秒就突然地感到好像是发生了地震 接着就在考核广场的周边长出了无数的大树 随后就有一个刺客装扮的青年站在其中一棵的树梢上 他自我介绍地说道 他是第三项考核的考官德鲁斯 而我们要做的是跟上他并尽可能地去模仿他的动作 下一秒 他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眼前 见状学生们纷纷跟着冲了上去 但没人能想到的是唯一能紧紧跟着德鲁斯的 竟然是前面两项考核中表现得平平无奇的萌克 在扭头看到居然有人可以没有明显落后地跟着他的脚步 德鲁斯也不再放水选择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在进度到了一半的时候 此刻的我已经是感到有些跟不上了 即使是这些年来我都刻意地去训练身体的控制力 但依旧还是无法很好地适应人类身体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四肢的移动 就在对时的暗处出现了一个弓箭手 紧接着就有无数的箭矢射摄像考核的前进路线 原来它是第四项考核的考官丽娜 它的出现就说明了这第四项考核将会和第三项考核合并 合并之后的规则有些许的改变 我们需要在奔跑的时候顺带地要射出三枚弓箭 而这三枚箭矢需要精准命中靶子才算通过考核 并且丽娜会在这期间做出一些干扰的动作 在考核开始不久后 突然地又在暗处射出一只箭矢 箭撞我赶紧用力推开了一旁的加厉 而我已经是来不及躲避了只能眼睁地看着箭矢的落下 不过好在此时另一边射来弓箭击飞了它 随之在前方继续地射来更多的暗箭 这让我感到一愣 因为刚刚的那枚暗箭的身上明显是带有气的 而此刻眼前地射出的只是普通的箭矢 这说明有人想要在考核中趁机杀死我们 这时考官丽娜从暗处走了出来 她向我们表示十分地抱歉 刚刚的那枚暗箭是她没有把控好力度才射片的 而我并不相信她的说辞 最开始的那枚箭根本就不是她射出的 应该是有个危险的家伙混进考核里面 所以丽娜她是想安慰我们先通过考核再说 随后我就和加厉以及弗雷亚说出了我的看法 我让他们小心一点 因为这个人很熟悉整个考核的流程 那枚她就很可能会是与考核相关的骑士甚至是里面的考官 此刻另一边 丽娜凭倩那枚案件的发射轨道找到了一个蒙面人 她质问她为何要偷袭考核中的新生们 而蒙面人并不做出解释 只是回头瞥了她一眼 下一秒 两人就撕打到了一块 没过多久我们就顺利通过了第四项考核 此刻正准备最后的一项测试 内容是检验我们的意志力以及对气的掌控程度 只见安德烈骑士手握一柄长剑介绍说道 他手上的这把剑是由神兽火皇的超接魔精打造而成的 如果有人拿着他的时候他就会释放出火焰 这些火焰就正是持剑人所体现出来的气 第一个上去的是伊恩 一开始他所爆出的火焰十分的赤声 但看起来他并不能很好地掌控其中的力量 也就是说他的意志力虽强 但对于气的控制明显不是很熟练 而伽利则是表现得不错 火焰的赤声程度以及控制力度都把握得恰到好处 毫无意外的安德烈把我安排在最后一个 此时有些人向着伽利打听我的实力 因为之前在雷尼阵的时候我就很少参与团队的活动 而前面的几次考核我也是表现得平平无奇 所以他们都很好奇我真正的实力 文言伽利则是一脸肯定地说道 他表示我的实力绝对在他之上 华洛丹殿表示这简直是他今天听过最大的笑话 毕竟五岁的小屁孩连进入森林都需要成年人的陪同 就更别说是独身击败一头实力相对不凡的成年魔兽了 此刻我已经站到了考核台上 在我摸上那把剑的时候系统精灵竟然现身出来 不过好在他只有我才可以看到 随即他就弹出弹窗 检测您获得了超阶魔兽精体是否选择吸收 而我的选择自然是将其吸收 下一刻这把剑别说是释放火焰 此刻就连剑身上的光泽也都暗淡了不少 见此情景安德烈骑士满脸的惊讶 因为这把剑是阿尔法玛学院的宝物 此刻的他就跟一块烂铁并无太大的区别 随后他一把抓起我的衣领力声质问着 你这家伙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而我只是白白手说道 刚刚的整个过程你都有看着呢 况且这可是一把神器我还能对他做到什么 这是一个护卫骑士慌慌张张的走了上来 他在安德烈的耳边低声的说了几句话 而这竟能让安德烈不再对我追究 并宣布此次的考核已经结束了 他让我们现在回到宿舍等待结果变客 在安德烈离开后我的脸色并不是很好 因为凭借初级魔精的吸收完毕 我早已经将那个骑士说的话都给听到了 负责第三项考核的丽娜竟然被人给杀死了 此刻在学院的长老会议室里 已经从丽娜的尸体上得知到了凶手的一些特征 丽娜是被一击毙命的 并且整个期间都没有触发到学院里的安保机制 这说明凶手的实力很强 而且很可能还是熟人作案 因此他们猜测凶手就是骑士团中的议员 殊不知那个黑议员正是里面的一个长老所派出的 转眼就到了宣布考核结果的日子 这时辉原骑士长就站在台上 刀声宣布着每个新生的成绩 第一个被念到名字的是嘉丽 此刻所有人都认为 他会是这件新生中的第一条白腰带 毕竟他的五项考核成绩综合来看是最出色的 谁知辉原最终授予的却是黑色的腰带 要知道骑士的腰带共分为红绿黄白四种颜色 而黑色腰带是从未听说过的 接着就是伊恩和弗雷亚 他们没有意外的都获得了白色骑士腰带 直到最后才出现我的名字 出乎意外的我竟然也是获得了黑色的腰带 而单和另一个舍友洛奇拿到的分别是红色和黑色 等仪式结束后 辉原就告诉我们明天后就会开始全新的训练生涯 他让我们根据各自颜色腰带 找到对应的骑士长进行训练 等到了第二天我们就来到广场等待集合训练 这时从前面走来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 他表示他是黑色腰带心生骑士团的教官 随后我们就在他的带领下向着广场的另一边走去 在路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不会说出自己的名字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可以称呼他K 并且表示原因的话到了后面我们自然就会知道 很快一行人就走到一个幽暗的房子里 下一刻 在前面领路的K突然的就消失不见了 他的动作很快就连我的龙眼能力都无法追踪 然后他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在我们身后再次现身 随即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房子就是今后的训练场所 我们需要在这种完全黑暗的环境下训练 直到我们可以将黑暗化成最厉害的武器 那么就能从这里毕业了 接着他就开始为我们讲解这个黑色腰带骑士团的使命 黑色腰带骑士团是人类在战争时期才会存在的刺客型组织 顾名思义就是在未来负责一些刺杀类的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看到黑色腰带时都感到陌生的原因 因为他只会在人类出现生死存亡的时候才会重新启动 这时家里有些泄气的说道 既然我们都是骑士 那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堂堂正正的去进行战斗 文言K则是拍着他的肩膀说着 他的声音十分的铿锵有力 如果我们想要同别人堂堂正正的去战斗 那自然也是可以的 因为在这里接受完特训和你们所有人都会有这种实力 毕竟黑色腰带并不在新生实力平定等级的范畴里面 我们之所以会被授予黑色腰带并不取决与生俱来的天赋亦或是实力 而是我们的身上有一种比别人更加特别的地方 说吧他就扔给我们每人一个手表 并表示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去战斗 直至训练结束回到宿舍后我才明白K最后说的一番话 这个手表是记录佩戴者在学院里的实时排名 在每天训练完后上面的排名都会更新 然后同年级的学员就可以互相的发起挑战 如果低排名的学员战胜高排名学员的话 那么他就会取代高排名学员的位置 并且排名越高所得获得的资源也会越多 此时排名最高的的是加利 在一年级里面处于榜首的位置 而洛奇虽然他考核时的表现不算出色 但他的排名却是排在第65名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逐渐适应了K丧心病狂下的高强度训练 等回到宿舍后 竟发现加利与洛奇再因一些小事吵了起来 加利认为K布置的特殊训练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用处 因为他是一直想着骑士就应该光明正大的去战斗 而洛奇则是在这种训练方式下取得很大的进步 所以他就觉得这些训练是十分重要的 随后在我的建议下 洛奇就向加利发起了一场排名战 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散播出去了 设有阿毛甚至是为此起了的对赌 等到决战的当天 有很多的学生都前来观战 因为他们都很好奇黑色腰带骑士团平日里的训练方式 在一开始加利与洛奇的对战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压制 但有经验的人可以看出全程下来一直是洛奇在主动出击 而每一次加利都能很轻松地接下来 因为虽然洛奇他的进步很大 此刻已经成长到了让加利不得不全力以赴的程度 但基础上的绝对差距还是注定了此次排名赛的结果 随着时间的流逝 加利逐渐开始反攻 之后洛奇就不能加利那样很好的硬术下来 在加利用力使出一记劈迁后 洛奇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手中的母舰就被突如其来的力道给打断了 至此这场排名赛就算是结束了 然而下一刻 洛奇就满脸不服地使出气的能力 但由于才刚刚学会他并不能很好地控制住力量 所以他就不受控制地拿起短剑朝加利的后背刺去 不明所以下加利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躲避机会 不过这场意外最终还是没能发生 我冷冷地开口说道 洛奇你已经违背了作为一名骑士的精神了 这时洛奇才猛地清醒过来 他向着加利诚恳地道歉 刚刚的他由于是怒从心来 根本控制不住气地突然爆发 差点就酿成大火 然而这种结果却引起一些学生的不满 因为他们在战斗开始前都参与了对赌 他们各之一词都认为所压下的那一方赢得了胜利 健壮阿猫赶紧地表示 是这次的比赛出现了一些意外 所以比赛的结果作废并且会将押金全数退款 可这些学生并不买账 因着我与阿猫的都是红发的缘故 他们更是把怨气发泄到我们的身上 并且还不断地砸来块头不小的石头 而他们嘴中吐出无比肮脏的话语 就再次勾起我最不愿想起的事情 就像是童年的时候 我将差点死在森林的家里兄妹给救出来 结果却换来村民们的无数责备 而现在我出手阻止了意外的化身 却又被他们认为是有意破坏了比赛的规则 并且同样地将一切的过错都归根在红色的头发上 就在我情绪即将爆发之际 辉元骑士长立生制止了眼前的闹剧 不明所以的我误以为他也参与了下注 结果他就告诉我 我的母亲正在学院里的接待室等着我 文言我顾不上其他马不停蹄地赶过去 在见到分别许久的母亲后 我感到十分的欣喜 因为他之所以能够过来探望我就说明 此事父亲的病情已经出现好转了 然而母亲他却告诉我 父亲他已经是离开了村子 说起来被感染幽影之异的人类一般情况下 就只会有几个月的寿命 而像尼克这种能够撑下十余年的例子 还是第一次见到 但是在最终他也会对抗不住 然后逐渐成为幽影一族的成员 他会帮着幽影一族做事并且成为人类的敌人 所以在前几天的时候 父亲他强行地短暂清醒过来 他恳求母亲可以将他给杀死 因为他不想成为幽影一族的帮凶 更不想在日后成为我的敌人 父亲他选择悄悄地离开了阿鲁巴王国 而母亲今日过来 一是将父亲留下的信交给我 二便是他要去找到父亲与他一起挺过难关 等回到宿舍后 我躺在床上回忆起母亲临别前的那一刻 他拒绝了我要跟着一起去的想法 因为一直以来他都知道我有自己要做的事情 虽然他不清楚具体要做的是什么 但他明白这对我来说一定是很重要的 母亲的话如同尖刺般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 我感觉我就像是个废物一样活在这世上 既没有为上一世的龙族复仇 这一世也没能保护好想要保护的人 随后我打算出去收拾一下情绪 而没有放好的书信恰巧被家里给看到了 这时他才明白了为何之前在雷尼阵的时候 我都会表现得十分不合群 总是会缺席一些团体活动 并且是不浪费任何的碎片时间 几乎每天都会进行额外的训练 背后的原因想必就是因为我的父亲患上了幽影之意 而我就是想着成长起来然后去找幽影复仇 正巧这时候社友们都回到了宿舍 这样的结果自然是所有人的都知道了我的遭遇 他们商量着要让我在学院里也能感受到清清的温暖 此后我就感到一头的雾水 不知是怎么了社友们对我莫名的关照起来 他们经常会走过来询问我的心理状况 不仅床铺都会提前给我铺好 还每天都会送给我不同品种的鲜花 这让我很是不解 我以前是对人类的印象来揣测着 他们应该是做了一些对不起我的事情 现在做这些大概是在弥补我 这时家里缓缓地靠了上来 他慌慌张张地向我解释说道 在前几天他不小心看到了我的书信 而他也是没忍住选择拆砍 文言我就明白了一切 我笑着向家里表示我不怪罪的 相反的我很感谢他们这几天为我做的这些事情 因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人类美好的一面 就在这时在外面传来杂乱的声音 接着就看到洛奇被社友们给抬了进来 他看起来十分的狼狈 满脸都是已经凝固的血迹 随即单就开口说出了背后的来龙去脉 原来是一个名为索尔的家伙 在广场上公然抨击长着红色头发的学生 碰巧那时候洛奇正从他的身边经过 之后就在索尔的故意挑衅下 洛奇便跟他来了一场排名赛 而且本来洛奇是不会伤得这么重的 因为排名赛是可以随时向对方认输 然而索尔那个卑鄙的家伙 在最后的关头将洛奇给打晕了 随后他就毫不留情地一直殴打洛奇 直到连裁判都看不下去了这场排名赛才停止 化落我眼中的冷盲一身 虽然现在我的父母并不在我的身边 但此刻的社友们对我来说就像是亲近的家人那样 无论如何我都要保护好我想要保护的人 于是我转头黑着脸说着 我会去为洛奇讨回公道 这时加利快速地走上来一把拉住了我 他冷静地说道 索尔的身份并不简单 他是德尔波特家族里的成员 他的父亲是德尔波特家族的家主 并且同时还是阿尔法玛学院的六大骑士大师之一 然而我还是坚定地向前走去 我让他们放心 我会用正道的方式去教训他的 随后我就找到了索尔所在的骑士团 但是却被告知这里不允许德尔波特家族以外的学生进入 即刻我就明白过来了 这一定是索尔故意刁难人的手段 这是一个白发少年走了上来 他让我赶紧离开这里 否则他不介意让我尝尝他的拳头 我认得来人的身份 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跟在索尔身边的凯特 随后我不卑不亢地反驳道 我过来要找的人是索尔 如果他不是索尔的话就麻烦让开一些 就在这时 索尔他终于是现身了 他看到我身上佩戴着的黑色腰带 就明白了我应该是过来为洛奇复仇的 但是在面对我发起的排名赛挑战 他却是摇头拒绝了 因为他认为我没有这个资格 毕竟排名第50的洛奇 都被他打得没有还手之力 那么我这个排名第280的 他根本就看不上 于是他让我先跟凯特打上一场 如果我能够获胜 那么他就会考虑答应我的挑战 但他有自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凯特的实力并不弱 他的排名排在一年级里的第9名 随即凯特就握紧手中的长剑 摆出战斗的姿态 他想要在开始的时候 就使出最厉害的招式 这样子说不定 他又能在索尔的手中 拿到不少的好处 而索尔见此情景也是呵呵一笑 因为这个招式是他交给凯特的 他有绝对的自信 我不可能接下这招 毕竟这可是德尔波特家族的祖传剑术 虽然只是最简单的起手招式 但也不是我这种小卡拉能够抗住的 此刻我正淡定地看着凯特手里的动作 在他持剑冲过来的那一刻 我只是一个摆身 就轻松躲过了他使出浑身解数的出击 再回过神后 凯特继续朝我不断地攻击 然而他的每一击都能被我毫不费力地避开 在他完整地打完招式后 我就瞬间出现在他的身后 随即就是不客气地一拳招呼在他脸上 紧接着他就控制不住地直直到飞出去 随后我就走到索尔的身前 现在我有资格向你发起挑战了吗 这时索尔感到有些意外并改变了说辞 他表示他可以接受我的挑战 但相应的如果他赢了的话 他需要得到一些好处 闻眼我就掏出了两枚终极魔精 假如我输掉了比赛 那么这两枚魔精就归他所有 而这样的战利品自然是很让人心动的 毕竟即使是白色腰带的学生 也是每个月只能得到一块终极魔精的资源奖励 随后索尔就约定这次的排名赛可以公开举行 因为他要让所有人知道 他是如何将一个红发的家伙给打趴的 大概是过了半个小时 学院里最大的露天擂台此时已是人满为患 而我找到了社友阿毛 我让他继续像上次那样开盘 并且表示如果他相信我的话 我会让他大赚一笔 闻眼阿毛也是知道已经阻止不了我 于是他让我务必要小心一点 因为索尔可是在一年级学生里面排名第二的强者 此刻其余的社友们都坐在看台上为我打气 虽然他们也很担忧 但是他们想起了之前 伽利曾经表示过我的实力远在他之上 要知道伽利就正是一年级里排名第一的学生 而此时的伽利就站在最前方的看台上 这么多年相处以来 他并不担心我会输掉此次比赛 相反的他担心的是之后 德尔波特家族展开的报 与此同时另一边 我和索尔都站在了对决台上 随着裁判的指令响起 索尔就先发致人地冲到我的面前 一阵奔想过后我仍旧安然地站在场上 而索尔则是不经意间 被我在脸上划出一到五公分的口子 见状他则是呵呵一笑地表示 他是故意被我划伤的 他想要看看我的攻击会有多强 但现在看来此刻就像是有蚊子 在他脸上咬了一口那样 而我让他不要说这么多废话 要是他真的有实力的话就尽管出张 下一刻 索尔就携带怒火再一次地冲了过来 可仍旧是被我轻松地摆身躲过 随即他的身上就再次出现了大小不一的口子 此刻观战的摄友们全都感到骇人 虽然他们认为我最终会赢得此次的比赛 但没想到双方势均力敌的排名赛 会被我硬生生地变成我个人的表演赛 而加利则是发现了其中的原因 刚刚我所施展的招式与K在课堂上交的 简直是如出一辙 眼看着逐渐落入下风 索尔也不在堂桌 将浑身所有的气都凝聚在健身上 随后他再次主动出击 在被我躲过去之后 他则是呵呵一笑地使出的二段攻击 毕竟怎么说也是排名第二的强者 索尔很快就从之前的失败中找到了破局的方法 紧接着他就趁此机会不断地挥出剑气 这样下去的话 我就会因为体力的原因从而被他给击中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最先坚持不住的竟然会是索尔 此刻的他周身都布满了可怖的血口 因为在他攻击的时候 我手上的动作并没有停止 有始至终整个战斗的节奏都被我牢牢地掌握在手上 从第三方视角来看 就像是一个绝对的强者在慢慢玩弄猎物那样 此时索尔终于是明白过来了 整场战斗过来他一直是被我牵着鼻子走 这说明我的实力远在他之上 于是他连忙白手表示向我认输 而我则是如法炮制挥动剑柄将他给打晕过去 继而就像他对待洛奇那样不断地殴打他 直至将索尔再次打醒我才停下手中的动作 随后他就狠狠地表示他的家族绝对不会放过我的 就在这时身后出现了一道声音在呼喊着我的名字 男孩是剑术家族的最强后代 却被一个红发少年给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只因这个少年是巨龙的转世 不仅流淌着最纯粹的龙族之血 之后更是习得世间之强的暗之秘书 此刻在学院的最高长老会议室 索尔的父亲皮特骑士请求长老们可以将我开除出学院 然而K却认为我并没有违背规则 但是其中就有一名长老则是支持皮特的观点 他觉得我是被上天诅咒的天生邪恶之人 因为根据预言的走向来看 红发男孩很可能会成为整个人族的毁灭者 而我决斗时的狠力暴虐就是最好的证据 随即就遭到另一名长老的当场否定 因为预言的第二个结果表明 红发男孩同样也会成为拯救人类的关键 于是双方就这样各执一词 他们都在为各自的观点争论 眼看这一时间没有谈论出所以然来 大长老就只能通过投票的方式来敲定结果 最后的结果是三票赞成 五票反对 所以将我开除出阿尔法玛学院的提案并没有通过 与此同时另一边 我正躺在屋顶上享受着惬意的午后时光 顺带着思考这段时间发生了一切事情 我发现在此之前我对人类的了解是很片面的 一直以来我都是布置的认为所有人类都是罪恶的产物 然而我的父母 加利兄妹 以及一路成长过来所认识到的伙伴们 他们全都向我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也就是说在认识人类的道路上我迈出的也只是短短的几步而已 就在这时在我身后出现了一只皮质长靴 接着长靴的主人就悄然来到我的眼前 这个身穿学院制服的青年自我介绍说道 他的名字是哈利德尔波特 是一名在阿尔法玛学院学习的二年级学生 文年我则是一愣 因为来人很可能会是德尔波特家族的成员 果不其然青年就继续说着 索尔是他的亲生弟弟 但是他今天并不是过来寻丑的 相反的他也是很希望有人能够教训他那个形势乖张的弟 不过他今天来到这里也是有一个目的 虽然学院明文规定学员们不能跨年级进行排名对战 但他也想知道打败他弟弟的对手会有多强 所以随即他就表示能够与我来一场友好的切磋 见状我也只能是硬着头皮答应 因为对方完全有足够的理由狠狠地教训我一顿 可确是采取这种方式解决就说明此行他真的只是简单的切磋 随后我就握紧手中的木箭 一般情况下我都是采用防守格挡剑招拆招的方式去取胜 但眼前的青年明显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于是我打破千力选择主动出击 果不其然的对方只是简单横剑就挡住了我的攻势 随即他的眼神变得凌厉 下一秒我就被他突然散出的气场给震飞出去 哈利绝对是我至今遇到最厉害的对手 因为同等实力下不可能有人能够完全挡住我刚刚的那一击 紧接着我就改变了策略 选择用可以交给我的黑腰带骑士技巧来取胜 然而在绝对的差距下 即便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也不能伤气分毫 随后我就被他一记格挡给再次把飞出去 我扑斥一声吐出了一大口的鲜血 见状哈利叹了口气表示切磋就此结束了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我亮枪起身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他是否在二年级学院里面排名第一 文言他则是哈哈地笑了起来 随后便转身伸出右掌摆出了五的字样 他表示在年级排位里就正好是排在第五十名 话落我不禁地滴出了一滴冷汗 贼曾经在课上说过二年级的学生 就能以一己之力打怕二十人以下的一年级新生 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很熟练地去运用体内的气 看来此刻的我对于气的理解仍然是停留在新手的地图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不断地尝试将气给汇聚进身体里 但都以失败而盗装 有一天中我敏锐地看到在屋顶上出现了一栋的黑影 他们身穿厚实的黑袍看起来是要袭击一个长老 等我使出熔眼能力的时候 竟发现他们的身上全都带有幽影之翼的气息 剑撞我猜测从他们身上很可能会弄到父亲的消息 于是快速一跃而下朝着其中一人的面门踹去 此刻我正与那个长老背靠着背 他让我帮他应付另一边的几个蒙面人 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动过手了此时需要先热热身 而背后那股不可忽视的气息 让我感觉这个老头好像是在乎我 不过我也是正有此意地参与进来 随后我就发现这几个黑衣人的状态与父亲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有自主意识去行动的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我并不会运用气的能力 剑撞我便将长剑紧咬在嘴中 然后四肢趴地摆出诡异的战斗姿势 这使得我的身体变得十分的灵活 即使对方联手同时出击也能被我给轻巧地躲过去 殊不知那名长老早就结束了战斗 此时正津津有味地观战这边的动静 另一边我接连的避开锋利的剑人 这让对方感到非常的恼怒 他们竟然会在一个不会使用气的家伙身上浪费这么多的时间 但奈何对方人多势众 一时间我无法迅速找到反击的机会 这时长老在一旁提醒我每个人攻击的时候 就是防守意识最薄弱的时候 我可以在此时候出手打出一条完美的控制链 文言我跟着依依照做 直接从身后抓过其中一人的拳头 接着一记漂亮的过肩摔将他狠狠地摔在地上 然后再由长老完成最终的补刀 只是简单的凝视 就能运用气瞬间秒杀十米之外的蒙面人 见此情景其余的蒙面人也自知不敌 便趁着朦胧的夜色离开了这里 而长老让我不用追上去了 因为他大概是知道这些人的身份 就在这时系统弹窗久违地出现了 此刻我竟然是觉醒了新的能力法力汲取 这让我感到十分的惊喜 说明这些日子我的努力是有用的 这样下去的话 不用多久我就能重新获得能够消除一切诅咒的魔法能力了 随后那名长老走到我的面前 他向我发起邀请 等到二年级的时候 我可以随时加入他创立的武术社 并且他保证会让我学会真正的气 此刻学院的另一边 大长老与会员骑士长开展了一次单独的秘密会议 因为此时前线的战事不容乐观 前去参战的骑士已经是牺牲了不少 并且在这种关键的时候 学院里更是出现了黑暗工会的内鬼 要知道阿尔法玛学院是阿鲁巴王国的第一道防线 要是失守的话 那幽影一族攻破王国就指日可待了 于是大长老绝对提前实施备用计划 他命令会员骑士长 即刻将学院里五名红发少年带过来见他 很快我们就在会员的带领下来到长老会议室 随后大长老就向我们坦白了一起 他表示今天他将我们五个人召集到一起 是因为多年前的一个预言 这个预言里表明红发的男孩将会成为拯救人类的英雄 所以他们才会一直在王国里四处寻找符合的条件的少年 但迄今为止也才是找到十位红发男孩 不过其中有五名觉醒出魔法天赋 因此现在正在另一边的罗兰学院里学习 闻言其余的四人都是一副十分兴奋的样子 随后大长老就表示这个英雄可能会是其中一人 也可能会是我们所有人 因为曾经就有五位龙骑士帮助人类击 最后他们带着无上的荣耀建立了阿尔法玛学院 所以大长老他认为我们五个人都会继承龙骑士的一波去守护人类 那么相应的在今后我们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艰辛与努力 只有这样才能担得起龙骑士的名号 然而他没有说出来的是另外一个结局 我们也可能会成为人类的贼人